第七百八十六章圆了年少时的梦 院子安静 黄金松树洒满朝霞 松针根根经营 生机勃勃 一只松鼠抱着一颗松果 懒洋洋地坐在树顶晒太阳 王轩在一海待了两个月多 仿似就在昨日 那里星斗漫天 总在夜晚 现在阳光灿烂 他迎着旭日 沐浴京霞 通体暖洋洋 当年 他向往传说中的猎仙 照有北海 夜宿不周山 赴瑶池盛会 那是何等的逍遥自在 他生错年代 待他有能力前往时 神话坠落 诸仙已记 曾经的瑶池 广寒宫等地 只剩下他一人可以尽力 在超凡中央大世界 倒是不用担心这种事了 顶尖道统伶俐 那是一个又一个天外文明 神话无比绚烂 现在我一步迈出 近远渡二十几片星域 真身游一海 现在又要去仙剑 参加另一场盛会 人生际遇变化无常 王轩自语 有些感触 当然 即便是以后有什么回忆录 他也绝不会提及 他是被一条银色怪鱼 给调走的 被动进入一海 黄金松树上 躺着晒太阳的松鼠 一咕噜爬了起来 甩动蓬松的大尾巴 非常人性化 对王轩作医 捧着松果药献给他 这是当初被王轩 试要的那只松鼠 胆子比以前大多了 都跑院子里来了 会讨好人了 王轩对他摆了摆手 来到院外 眺望整座山城 兄弟 二大王 你终于出关了 狼欢从隔壁的院子 走了出来 头上智棱着三根淋雨 撑开层层灿烂涟 脑袋上 直接自带光环了 正如少年郎天所说 他爹最近苦修不错 成果斐然 在其头上 若隐若无见可见 盘坐着三个模糊的大汗 王轩和他打过招呼 看着他的脑袋 也是有些无语了 但狼欢 自身不觉得有什么 他在认真研究自身的路 什么时候出发 最近就差你和洛英没出关 我觉得快了吧 可能马上就要走了 狼欢说道 然后 五行山两位大王 带着一个少年 去见黑孔雀圣山的长老 高大的山峰上 青泉鼓鼓 百花成放 灰红的银色大殿 缭绕青云 超爵士晴空长老 正在看往来的信间 敌报等 不禁露出笑意 像是有什么高兴的事 殿中来了多人 洛英也出关了 还有该族天极核心弟子 崇霄等人 以及山外系的六眼金蝉金鸣 一人繁祖的后代横城 长嘴银鹤族的剑仙等 有些人半年前和长臂神员族对决 曾被重创 如今都养好伤了 长老有什么喜事吗 洛英问道 他一直在闭关 苦修了十一年 在真仙圆满领域 走欲道化之路 如今终有所成 这次要跟着敬仙剑 晴空放下密信 道 涉及到了艺人 不好对你们多讲 等你们境界再高一些 便能阅读这种特殊的底报了 不过 他还是提及了一则 笑道 有些事也非是不能说 毕竟已经走漏风生 长臂神员族那位强势无比的老艺人 被人薅走了头上的一撮猴毛 在场的人全都恶然 面面相去 而后都大笑了起来 对头家的圣员 竟然遇袭了 消息确实不错 王轩面色平静 他确定 艺人有自己的圈子 最先知道各种秘文 过滤后 才会放出某些消息 算下来 这则消息流传到市面 竟延迟了数月之久 晴空长老道 对了 还有一则消息可以告诉你等 九龄洞的那只猫 又一次丢失了 他长这个样子 在外面若是能发现 可得天价奖励 还真夜四滴 顿时 店中变得热闹起来 很多人感兴趣 王轩暗自擦了一把汗 九龄洞深不可测 存在岁月极尽古老 有人说 那里有真圣作证 一头牢孔却开口 王轩暗自咧嘴 面色有些难看 想咽下去几口寒气压压惊 九龄洞竟这么凶猛 不过 那里好像出过市 上一季疑似发生圣允事件 当然 也有人说 那里从来未出过真圣 只是有一位顶尖的艺人 曾无限接近至高层面 但最后冲击圣玉时失败而亡 引发巨大的动静与异想 王轩默默听着 几头牢孔却 为后背普及这种知识 对他很重要 他暗叹 真圣果然高高在上 这个领域虚无缥缈 难以抵达 目前接触到的 听到的 没有一个获胜 有年轻女子的关注点 不在这上面 而是盯着那张照片 道 这只小猫真漂亮 非常可爱 萌猫 王轩可是知道 此猫在天际大圆满层次 是一个顶级大妖 他不动声色 那是杀阵图 那只巴掌大的小猫 还被他封着呢 居然涨价了 比他第一次走丢时贵多了 他估摸着 九灵洞恨死了钓猫贼 越是提价 越是代表他们迫切 想揪出黑手 这个悬赏不好挣 他决定回头看看 能不能直接将猫 扔进黑石中卖掉 晴空长老召集他们 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这次进仙界短暂休整后 确实要去参加一场盛会 出席的都是大教 顶级强族 大多都出过一人 甚至 会有超脱室外的道统出现 各方都无比重视 到时候会有长生果会 如长臂神员族的子斧桃 时光娇的岁月果 满神殿的神之 火云洞的环阳九江 黑白熊竹猿的阴阳玉竹笋 卓空长老说了一大串天才地宝的名字 属于这片星海最顶尖的奇物 皆价值连城 平日根本看不到 每一种都被垄断了 栽种在这些顶尖族群的重地 外人根本接触不到 但是 这次长生果会 各家可以在盛会上交换 当然大人物 有资格直接坐在那里享用 会被热情招待 你们当中 如果有人表现突出 也有机会被被邀入席 得享各种长生果品 大长老秦仓也来了 平日是中年男子的严肃形象 但现在却带着笑容鼓励 一群年轻人很现实 都知道自己的身份 在那种场合下 哪有他们坐下的资格 大长老道 也不见得 盛会肯定会给年轻人机会 很是关照 不然的话 我们都得在那里站着 只能闻闻果香 只有一人才有资格入座 我们有机会 六眼经常很高兴 这个粗犷的汉子很眼 开始搓手 对 我和你们都有机会 大长秦仓微笑着点头 众人一正 这时 他们才意识到 所谓的年轻人 也包括大长老秦仓这种超爵士 可是 他都多大年岁了 真好意思吗 再没有成为一人钱 你我都一样 都还只是在路上 青春岁月 当努力啊 大长老秦仓在那里 一副他还年轻的样子 所有人都无语了 他居然是认真的 如果说三长老秦空这样 确实修到岁月 不是很漫长的人 黑孔雀圣山上 年岁最小的超爵士 众人也就认了 可是 大长老没有九千岁 也有八千岁了吧 你们什么眼神 长生果会非常重要 玉桌上摆的果品和酒浆 都是最吸针的奇物 没人不想吃上一口 要有勇于一争的心 可是 我们争不过你啊 有人小声道 晴空长老解释 放心 超爵士 有超爵士的圈子 大长老不会 和你们争 努力吧 把握机会 你有共勉 很明显 连他都要下场 接着他又介绍 这次盛会规模很大 还有论道会 奇争会等 非常值得前往 一定会让他们大开眼界 当然 晴空长老也提及几点 让他们注意 在盛会上 万不可张扬 放肆 一切都按照那里的规矩来 不然说不定和你偶遇的面孔 稚嫩的超凡者 就是一位资深艺人 得罪不起 遇到纷争 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解决 万不可私下争斗 不然 万一被维系秩序的人抓住 可能会直接击毙 我黑孔雀圣山朋友不少 但是 也有些对头 若是参加这次盛会 肯定避免不了 有些摩擦 甚至冲突 有可能需要下场论道 你等要有心理准备 晴空长老严肃地强调 这点很重要 最近不能放松 若是你们自身足够经验 盛会上好处很多 王轩听明白了 这是类似摇池盛会般的一场盛典 他当年在母宇宙没有经历过 来超凡中央大世界后 竟要第一次经体验了 对此 他很期待 遥想当年 他还是一个凡人 一个少年 就有过这种憧憬 想与猎先并肩 登陵广寒宫 驾云进摇池 总体来说 这是年少时心中的想法 一个非常遥远 十分飘渺 无比规律的梦 如今有机会实现了 在那种地方 千万不可自满 嗯 说你呢 六眼惊蝉 在盛会上 说不定一个姑娘 就能打你五个 你别不服气 比如上次的安静齐 你拿什么去赢 他是经书预测留名者 晴空长老点名 看了一眼精明 让他不要眼 惭悔的人来自各族 真要对决 一帧高下的话 远比打长 避神渊族艰难 还有你 五星山的二大王 孔轩 王轩也被点名了 起初 他还没反应过来 前段时间在一海活动 一路人甲自居 差点没转变过来身份 你确实不错 很强 但是 万一起了冲突 记住 别那么高调和凶残 动不动就轮动 狼牙大棒 将人脑袋打霉了 这很不好 容易引起绝顶真仙 甚至是数片 心欲不败的真仙下场 和你决斗 此外 那里还有来头更大的人 切记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秦空长老重点告诫 与叮嘱他 让一群人都露出一色 如今五星山二大王的兄名 全山人都知道 甚至 星空中一些大叫的弟子 都有耳闻 听到过他的战绩 毕竟 在他陨石海时 就已经是一名红妖 打过金雀公 和道宗 微光教的弟子 斩断脚掌的 割喉的 开炉的 身后有一群苦主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惹事 王轩拍着胸脯做保证 告诉晴空长老 参加这种盛会 是他年少的梦想 一定会好好珍惜 晴空长老 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 更不想扼杀五星 山二大王好战的 凶残天性 又勉励与提点了几句 道 当然 我告诫你 不是想让你束手束脚 只是稍微悠着点就行 该争取的一定要争取 不能放弃 此行有天大的机缘 这么说吧 试想 为什么超脱室外的道统 也会有人出现 有他们感兴趣 与想要的东西 一群人都动容 来了精神 他们得到暗示 有些机缘确实是要靠实力获取 但也些机缘和运气有关 到时候 人人都有机会 最后 大长老又开口总结 道 与君共勉 我等还年轻 在盛会上努力 好好表现 即便这次不行 还有将来 相信人生总能圆梦 盛会贵宾席上 早晚会有你我一席之地 众人又无语了 大长老是负责 来给他们放松心情与减压的吗 好了 去收拾东西与准备吧 明日此时尽先见 哗啦一声 众人散去 次日 朝霞绚烂 将整座高峰和大殿 都染上了浓郁的金色光彩 无比神圣 所有人都一大早就来了 出发 进先见 准备迎接你我的大机缘 盛会上论道 品尝生果 盛策上留名 大长老秦仓 和三长老秦空亲自带队 在这座主峰上 打开了通向仙界的门户 瞬间光芒万丈 飞仙光与无数 漫天都是 异常炫目与圣洁 一群人有序踏进金色的通道中 走向仙界 第787章 现世背后的世界 金色的通道中 神圣粒子蒸腾 宇宙星海的深邃场景 浮现出来 近在咫尺 磅礴无比 整条道路 像是宏大世界画卷中 微不足道的一条线 我们成仙了 少年狼天心智高涨 看什么都觉得惊奇 转头向狼欢问东问西 通道中超凡因子浓郁 光粒子无数 星海翻转 各种奇景在身边滑动而过 非常闺美 狼欢尴尬 他从来没进过仙界 是个野仙 事实上 五行山的二大王孔宣 也是个黑虎 安静如落花 其实 仙界与现世 不过是一体两面而已 也没什么大不了 一头老孔却开口 他为少年狼天解释 道 之所以有非仙后 要进仙界这个说法 主要是为了 为了保护现世的稳定 普通人和超凡者对比 非常脆弱 尤其是真仙 若是在一颗生命星球上动手 动辄就是毁城 真海 放任不管的话 危害太大了 凡人是一切的根基 真仙 一人 也都是由普通人进化来 各教都颁布了规则 针对毁城 大肆杀害普通生灵等事件 都会严厉追杀 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隔开仙凡 便于管理 所以 一旦成仙 很多生灵 都被要求进入仙界 当然 也不是不能回来 现世也需要高级超凡者维系 而各教的核心弟子 就更不用说了 穿梭仙凡两界见 比如 黑孔雀族第一真仙落营 天极核心传人重宵等 都早已成仙了 在仙界有修行之地 在现世中也常现身 他们是黑孔雀族的杰出传人 常代表该族附会 探查各地的异常事件等 狼兄 你该不会是第一次进仙界吧 哈哈 过去你可真自由啊 说起来 你这样的人 是我们重点规劝的对象 要及时进仙界才好 六眼金蝉笑道 对五行山的两位大王很感兴趣 狼欢是黑户 一直待在陨石海 他文言后 避重就轻 纠正自己是孔雀之身 我在仙界也有府邸 回头要是在盛城停留数日的话 可以转到去我家饮酒 我带你们好好转一转 六眼金蝉精明 热情相邀 我看你成仙了 不也是常年在圣山修行吗 狼欢问道 金明道 我是两地跑 哪里需要 便向哪里搬 再说 待在黑孔雀圣山上 和在仙界也没什么区别 一头老孔雀开口道 你认为 仙界是怎么来的 其实 在圣山上待着 也等同待在仙界 不仅少年郎天好奇 需要被普及知识 连王轩这个外来户 也很感兴趣 一提两面而已 仙界是基于现实开辟 与演化而来 和现实对应 有密切关系 老孔雀举例 黑孔雀圣山庞大无边 比很多星球堆积在一起 都要大很多倍 算是现实中一个 极其重要的超凡之地 而这片星域对应的仙界 其主体 自然也便和黑孔雀圣山 演化出来的仙道空间有关 老孔雀道 可以说 你们正面看到的是 黑孔雀圣山 附着在它背面的 就是这片星域的仙界 这个说法让王轩都讶异 感觉新奇 黑孔雀圣山 正面是现实 背面就是仙界 这么说 他们现在也就是来到了 山后的世界 狼欢点头 道 仙凡隔开 挺好 天极奇才重销开口道 就是有你这样的黑护 我们才不得不时常 在各地行走 进行招安 你们还好了 只是不愿意进仙界 但有些是真正的凶犯 血案累累 屠城 甚至灭掉过一整颗生命星球 留在县时 危害实在太大了 不得不围剿 狼欢善善地 道 给祖之天麻烦了 他自然是故意做太 当然他也强调 从来没有为非做逮过 为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五行山的二大王 也是有些无言了 六眼金蝉比较接地气 道 没事 你别听重销假正经 县时有大纪元出现时 各教弟子 还不是直接冲出来 他解释 只要行得正坐的端 没什么可在意的 在哪里都一样 有道理 我只愿在滚滚红尘中 当个俗仙 狼欢点头 穿行过通道 那些宇宙星海奇景消退 王轩这次敏锐地发现 一页金书闪过 看来各大仙界 和金书预测联系紧密 不用想 黑孔雀族的老艺人 身为一域之主 掌握有一页金书 成仙了 来到了仙界 少年狼天撒欢 站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 看什么都觉得惊艳 整片大地都仿佛在发光 超凡英子太浓郁了 湖泊蒸腾仙气 里面鳞鱼成群成片 崖壁晶莹 长有枝兰奇草等 卫额的大山上 云征霞位 仙家气韵十足 不过那飞过的是什么 一艘战舰 好像画风不对 不过 当他们走出 这片自然区域后 也就见怪不怪了 因为 看到的是现代化的城市 非是古风 六眼金缠道 除了一些老家伙的闭关地 古色古香 要么铜殿 要么茅屋等 年轻人都喜欢现代城市 配上洞府 宜居 住着舒服 这种话语 直接招来旁边几头老孔雀 狠狠地瞪了他几眼 也嫌狼欢比他儿子强不了多少 回头向后看去 胡一道 这里是黑孔雀圣山的背面 现在一点都看不到了 洛银微笑道 一体两面 只是比喻而已 你可以理解 就在圣山后面 也可以认为 跨界了 远比相隔亿万里 还要遥远 自幼伴他长大的陈鱼 说话没什么顾忌 道 像你这样的野仙 早该登记在策 送进仙界了 我又不是凶犯 狼欢说道 你另一重身份被通缉了 陈鱼不客气地说道 这些你都知道 狼欢惊了 立刻道 我身负不白之冤 心中苦啊 算了 谁没点过去 真要叫真的话 你们五行山的二大王 情况更严重 六眼金蝉说道 怎么吃我身上来了 王轩一副小白花的样子 洛银撇嘴 道 你可别洁白了 狼欢五行天来的精神 问道 我家二大王怎么了 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 有怎样了不得的跟脚 很严重吗 爹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 我和二爹决定 将你从五行山革除 少年狼天笑着说道 孔轩 查无此人 你说言不言重 洛银说道 长裙出尘 气质冷艳 但现在却在笑 很明显 孔雀族虽然查了 但没计较 孔轩实力非凡 最为关键的是 他通过了照星墙 和船公山的星星检测 对黑孔雀族 有善意无恶念 而且 在和长臂神员族的对抗中 他尽心尽力 从此以后就有来历了 你就是五行山的二大王 黑孔雀圣山的孔轩 晴空长老在远处开口 如果有人去查 不再是查无此人 黑孔雀族有了安排 王轩能说什么 在盛会上 如果有什么对立阵营找麻烦 在真仙这个层面 他包园包场就是了 前方的城市 建筑物都不高 城中有山水湖泊 非常宜居 不用多想 无论是景物 还是各栋建筑物 都有仙道法阵等 大厂老秦苍达去 道 短暂休整几日 落营 重宵 陈渝 你们几个 带着黑护们 熟悉与适应下仙界的大环境 与注意事项等 然后我们再上路 走吧 进我们的金蝉城 我请你们喝金蝉族酿汁的三生酒 有些酒将储藏数百上千年了 喝一坛就飘飘欲仙 喝两坛就感觉成了天仙 喝五坛就认为自己是艺人了 美妙无穷 金明邀请一行人 去金蝉城瓶酒 你那完全是醉鬼的体验 而且一般人喝不了你的酒 洛营说道 王轩 狼欢 横城 长嘴银鹤族的仙剑等黑户 确实需要对仙界加深了解 文言都欣然同意前往 不得不说 这片仙界真的太广袤了 要去金蝉城的话 最起码需要横渡八十万里 五行山的两位大王眼睛发直 虽然说他们能飞过去 但是 喝个酒而已 要不要跑这么远 没事 乘坐猎仙号 每天都有十几个航班 走吧 六眼金蝉一白手 说他都安排好了 坐飞船过去 狼欢问道 总觉得都跑仙界来了 还要乘坐科技飞行工具 有点怪异 金明为他们科普 道 坐什么船啊 还得买票 安检 各种麻烦 乘坐空间穿梭器 就是去亿万里之外也很快 天欠便通途 王轩觉得 还是很有必要四处走下的 不然弄得他和狼欢 好像没来过仙界似的 缺少见识 So 他们乘坐密闭的空间穿梭器 一眨眼就从原地消失了 感受到轻微的晃动 他们 直接到目的地了 这么快就到了 八十万里瞬移 狼欢睁大眼睛 这要是去打人 袭杀的话 太方便于恐怖了 因为是固定航道 所以比较快 崇霄告知 金蝉城很有特色 站在空中向下望去 就像是一只镇翅的大蝉 城中多植被 都是金蝉族爱 西筍之夜的树木 城中 参天的大洋树 如同山头般庞大的柳树 无比繁茂 当看到这些树种 以及一些蝉族在取树之后 王轩顿时感觉不妙 这该不会就是酿酒原料吧 我平日不喝酒 洛银再来的路上 就摆明了立场 我最近练功叉气了 喝不了酒 崇霄也在不久前说过 满城都是蝉族 但是六眼金蝉只有一个 金蝉是变异的血脉 想找个和他一样的蝉族太难了 来吧 这是我族最古老 与最纯净接近自然的酿酒方法 发酵出来的三生酒 嗯 储藏千年了 我花高价求够来的几坛 来 一起享用此西式原浆 金蝉爆来几坛酒 竟是存住在透明的金石坛子中 五坛酒五种色彩 绿油油的 鲜红的白银银的 很是惹眼 在场几人都很平静 唯有狼天是少年星星 迫不及待捧着杯子 等待蝉族猿将到出来 事实上 狼天也是第一个长酒的人 一饮而尽 然后 这孩子就啊的一声吐了 不仅嘴里绿油油 连脸都绿了 苦啊 这是胆汁 还是树枝啊 这孩子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他觉得 喝的是最苦的树枝 仔细想想 还是上千年的沉枝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狼欢打圆场 毕竟这是精明的一番新意 是他珍藏的最昂贵的美酒 就是不好喝 也不能这么直接说出来 我尝尝 真是好酒啊 哎呀 他想多说点好话 但是味道不允许 口感太刺激了 居然还带着超凡属性 苦得他舌头都不利索 打卷了 爱喝就多喝点 精明笑道 给他换了个海碗 病到满绿盈盈的液体 狼欢嘴巴里 被刺激的酸甜苦辣 都要分不出来了 苦到了精神原神领域 这口酒还在嘴里含着梅艳呢 看着手里的大碗 他直接眼冒惊心 爹 你爱喝 我爹给你 狼天将他手里的酒杯 也塞给了他 想来喜好喝酒的狼欢 现在感觉有点晕酒 王轩碍于情面 尝了一小口 这滋味 别提了 酒味很淡 应该掺了树枝 或许 确切地说是 一坛子树枝掺了一点酒 简直是在绞杀舌头 苦得受不了 剩下的大半杯酒 王轩果断送进 沙震图画城的袍袖中 灌给了 被封着的巴掌大的小猫 这只猫来自九龄洞 过去锦衣玉石 偶尔连还针鱼都能吃到 可谓含着金汤池长大 现在 他直接喵的一声 全身皮毛乍立 在那里像治狗般吐着舌头 眼睛都没焦距了 想将被灌下去的沉汁吐出来 金蝉城之行 非常短暂 实在是这里的美酒 让人敬而远之 其他人还好 主要看抑郁风景 如城中的蝉壶 面色不对 这酒什么都好 就是有些上头 金鸣说道 狼欢很想说 这是上脸好不好 他喝了一碗两杯后 整张脸 就和那掺酒的树枝 一个颜色了 绿油油 接下来 他们去了英零岭 一人崖 飞船雾 无人区冰原 几个黑户 对仙界的最直观感觉就是大 几天下来 也不过逛了一鱼之地 这还是有空间穿梭气的结果 总体来说 他们对黑孔雀 圣山所统一的这片仙界 只有笼统的认识 一些依旧是两眼一抹黑 仙界很大 和我们所在的星域的 所有超凡生命星球都有关 洛银说道 每个超凡生命星球的背面 都对应着一片仙道小世界 现实中的超凡生命星球 彼此在星空中相距很远 但是它们对应的仙道小世界之间 却没有遥远的路途 近在咫尺 那些超凡生命星球的背面 和黑孔雀圣山的背面 彼此交融在一起 便构成了一片宏大的仙界 一片星域 对应着一片交融的仙界 对应着经书预测中的一页 每个大星域背后 都有一片仙界 宇宙星海 超凡星域自然不少 对应着一页又一页经书预测 各大星域背后的仙界 彼此是分开的 并未交融 但有通道相连 五日后 晴空长老召集 一行人再次上路 这一次是跨仙界之旅 圣会地点位于天外天 不属于任何一郊的管辖范围 天外天 不与现实世界的星域对应 它与各大仙界都有通道相连 因此算是一个高等级的仙道空间 四通八达 因此这里非常繁华 如果想去很远的仙界 许多人都会经这里中转 不然有的仙界彼此相隔 实在太遥远了 天外天 属于仙界之上的一方空间 很热闹 各族各教往来于此 什么样的高人都有 大长老秦仓提醒 即便沿着通道而来 他们也花费了数日的时间 入眼所见 山河壮阔 超凡英子浓郁 云霞缭绕 湖泊藤子气 盛会在天外天举行 黑孔雀圣山一行人 来得不算晚 进入了天空之城 一座漂浮在天上的巨大城市 整座城市较为复古 宫阙伶俐 仙山一座座 城池无比巨大 进入城中 随便望一眼 就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有山岭 有紫竹海 有巨大如山的青铜建筑客 写着生死角斗长几个字 有云雾飘渺的一人山等 更有热闹无比的方式 远处有人惊呼 九龄洞的一人清零了 刚才重新提高了悬赏 谁若是找到那只猫 将给予六滴还真叶 王轩转过身去 结果却看到一群国宝 凭啥 我就想住进那片林子中 喜欢那样的环境 远处起了争执 一群圆润的黑白熊 非要住进城中的紫竹海 别闹 赶紧过来 虚空中 黑白阴阳二起流转 一只毛茸茸的黑白大胖手 一把将一群国宝给抓走了 王轩默然 再次转身 结果发现远处云雾飘动 瑞霞蒸腾 那片区域再次引发惊呼 竟是月圣湖的一群仙子飞过 一人离林所在的道统 王轩不得不再次转身 这次却直接见到一群猴子 主动过来找茬 和崇萧 洛莹等人吵了起来 他到吸冷气 就这么片刻间 和他有因果的艺人与族群 就遭遇了好几波 这是开局不利吗 王轩对长臂神员族的人瞪眼 恐吓这群好战的年轻猴子 该族第一青年高手袁胜看了过来 微笑道 孔轩 你还真敢来啊 安仙子最近脾气很大 如果看到你 哈哈 你绝对没上次那么幸运了 王轩觉得 这猴子很坏 想及他解释与方狠话吗 上次分明是他一头 撞在安静齐的肚子上 痛得他差点发飙与落泪 嗯 安仙子和他有恩怨 看不出啊 这是谁 有人问道 是个天级高手 看起来很强 和袁胜走在一起 他 孔轩 自称五星山二大王 惹了安仙子 估计会被暴打 袁胜笑道 他身边的赫法男子摇头 道 安静齐虽然来了 但静齐恐怕顾不上 他正在和他的黑闺蜜 比斗与护黑呢 可谓是文武并进 混合双打 一群人文言后 猴子 上次你没被打惨吧 要不要现在就切磋一场 王轩看向袁胜 狼欢道 得了吧猴子 上次 我兄弟又没败给安仙子 倒是你出气多静气少 差点就挂掉 这个孔轩如此厉害吗 袁胜身边的赫法男子 被惊到了 瞳孔收缩 盯着王轩看了又看 你想多了 上次安仙子大意了 他站着都没动 袁胜不敢直接说出来 暗中传音告诉了此人 赫法男子道 那也了不得 这个孔轩只是真仙境界 难道超越了石青鸭之力不成 王轩顿石惊了 青鸭这个衡量单位 普及到天外天来了吗 这个赫法男子 当日该不会也在一海吧 听说一海那边出了个路人甲 很厉害 回头你安排下 让我见见 袁胜说道 带人和那个赫法男子一起远去 倒也没有和黑孔雀族纠缠 黑孔雀族早已预定好房间 不然的话 现在的天空之城人满为患 无论古典洞府 还是有现代感韵味的酒店等 都被人定得差不多了 主要是 这次来餐会的人实在太多了 大长老定得这片复古石客栈很好 重重院落很大 尤其是周边景色优美 挨着一片紫竹海 也披邻一个湖泊 相当的有意境 紫霞与湖雾流动 如诗如画 只是 住在隔壁洞府院落的邻居 不怎么让人省心 爬墙头向这边张望 竟是那群国宝 他们没能住进紫竹海 选了这里 郎欢 金鸣 洛银等人都没什么 本就好客 邀请一群黑白熊过来小聚 结果一群胖熊伸手矫健 联手以阴阳二气 直接就穿透了墙上的法阵 翻墙就过来了 王轩倒是对他们没意见 事实上 他很想把最小的那个步履攀山的迷你熊猫给抱过来 揉吧揉吧 看着他憨态可居的样子 实在太好玩了 只是当想到 那头嚷着夺损必报复 要反夺其孙的老黑白熊 他就心中没底了 住这么近 会不会直接遇上国宝艺人 还好 他很快了解到 艺人另有居所 住在穹顶之上 也可能是天外更远处 在城中并不怎么露头 超然物外 很快 王轩得西 最小的那头黑白熊 走路都摇摇摆摆 居然是黑白熊艺人的第五代孙 很近的血缘关系 而且 他非常讨老艺人喜欢 不然的话 他这么小 是没资格跟过来的 据说他反祖厉害 和老艺人当年很像 被特许带过来见见世面 王轩和一群国宝聊得很投机 什么都看 将母宇宙竹损的108种烹制之法 一一讲给他们听 着实刷了一波好感 最后 他更是成功拎起了最小的国宝 不动声色地撸了两把 老黑白熊曾发誓 要夺他的孙 王轩在心中评估 现在先拉近关系 万一把他惹急的话 先夺了老黑白熊的孙子 那片紫竹海中有好东西 属于稀有的天地奇物 一头天级黑白熊告诉重霄 城中的紫竹海中有造化物质 可惜 不让进啊 不知道那片竹林属于谁 有强者拦阻 重霄摇头 我们过去看看 不进竹海中 守在外面 说不定也会有奇物自动跑出来 这群黑白熊中的天级核心强者 熊山说道 什么奇物 六眼睛缠来了精神 他有六只金睛 可看破迷雾等 若是寻宝 占据先天优势 据说 可能有十色奇竹 熊山神秘兮兮地告知 王轩听闻后 用力露了一把手边的圆滚滚的小熊猫 惹得国宝很不满 他着实心惊 十色奇竹 他可不陌生 当初在错乱时空海超真盛的后院 那可真是盆满钵满 收获巨大无比 十色奇竹并未找到 没在那片秘境中 净土福州上的人 以及乌天还有他 一致确认 真盛后院有多处 十色奇竹在其他秘境中 他现在怎能不惊 那片紫竹海 该不会是和真盛有关的所在吧 一片秘境 一座后院 都有可能 走 去看看 重霄 狼欢 六眼金蝉起身 洛莹 陈鱼 怕他们惹麻烦 也都跟着 就这样 一群国宝在前岭路 临近了那片一望无垠的紫竹海 到处都是紫盈盈的霞光 阴晕灵气缭绕 王轩也跟着来了 主动照料最小的那只国宝 肉肉的 圆圆的 有时候拎着 有时候抱着 手感真不错 可惜条件不允许 不然飞养一只不可 最小的熊猫 似乎也感觉到了 王轩在撸他 顿时呲牙警告 不准对他不敬 对此 王轩从储物的伏地碎片中 选了一株黄金餐 大方弟弟给他 当大萝卜 也是当竹笋喂他 结果 这只小熊猫 顿时顺毛了 吭吃吭吃 直接啃了起来 王轩顺势撸熊猫 他不反抗了 他按道 老熊 调走一小块 黑白阴阳玉竹笋而已 现在 为了你孙子 一整株大萝卜 那么粗的黄金餐 扯平了 不然的话 夺孙 谁怕谁 我去 这竹林有古怪 眼睛疼 流血了 六眼金蝉低声叫道 他以正常的眼睛观看 没什么问题 但是露出六只金金石 瞳孔受伤 躺落下血液 真痛啊 实力最强的那只熊猫 也捂住眉心 那里有一只阴阳树眼 缓缓闭上 躺落下几滴血水 这地方很古怪 正常去看 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一旦 涉及到规则神眼 动用了有道运的法眼等 会被反噬 王轩没事 他不觉得奇怪 要知道 混乱时空海的真圣后院 那可是用残缺的圣符 以及称天之柱等 从室外的福州净土上 高速打击下来 这才贯穿 他确实有些怀疑 这里 或许真是另一处 真圣后院 哎呦 这不是黑孔雀一族的 各位仙子吗 真是有幸遇到 另外一个方向 一群人走来 认出骆盈 陈宇等人的身份 这样笑着打招呼 这群人中 有不少人长相奇异 眼睛竖着生长 给人很怪异 和凉嗖嗖的感觉 骆盈 崇潇等人一眼认出 这是死敌 竹龙族 生在超凡中央大世界 任何族群与道统 都有对手 甚至 连虚无缥缈的传说中的 真圣都在对峙 甚至有血战 黑孔雀族自然也不例外 相对而言 长臂神渊族是对头 而竹龙族则更严重 双方私下见面 不死不休 双方有从上两季 延续下来的血仇 卓叔 你不是说 天外的艺人们 需要有人照料起居吗 那片广袤无垠的宫雀 缺少童子与侍女 而黑孔雀族 当年五字观绝天下 给他们一个机会 去接近一人吧 竹龙族一位女子 虽然满脸是笑意 但是竖眼总给人冰冷的感觉 让人觉得 像是被一条毒蛇盯上了 他向旁边那个黑发 中年男子建议 可让黑孔雀族的年轻男女 去天外巨躬 竹人 你给我闭嘴 别以为我在这里不敢杀你 洛英开口 满脸冰霜 你找死吗 崇潇更是脸色铁青地喝道 他们两人确实怒了 醉季对手接这段伤疤 当年黑孔雀族很惨 沦为五姬 被人圈养 经常被大人物随手送人 竹人身条细长 竖眼灿灿 笑道 两位 你我街仙人 怎么能这样 情绪起伏剧烈 不要动怒 你们二人修身养性方面的功夫 有所欠缺 竹龙族 你们有些咄咄逼人 太过分了 国宝族中的熊山开口 连他们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竹人不在意 微笑道 昔日 黑孔雀族一五天下经 无双 相传 连真圣都很满意 点头称号 如今 天外有一人驾铃 给你们一个近身请教的机会 有何不好 他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故意激怒黑孔雀族 找个地方 城外 或者城中的生死角斗场 咱们打一场 不死不休 洛银寒声道 他和重宵压制了 其他黑孔雀族人的怒火 绝不可能当街厮杀 不然的话 谁先违背了规矩 谁便会被城中 维系秩序的强者 直接击毙 这么大的火气 竹冉带着冷笑 王璇开口 道 咱们俩对决 我石拳打抱你 做不到的话 随你怎么样都行 你说什么 石拳 狂什么 你是真仙吗 整个黑孔雀族 都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 竹冉冷声道 那就别废话 找个地方 石拳解决战斗 逼刀刀干什么 王璇快刀斩乱麻 他实在看不惯这种人 竹冉道 好啊 石拳 你做不到的话 让黑孔雀族这群人 去天外献武 也在城中献上一段武资 滚 我和你斗 不会拿整个族群赌斗 你配吗 不想比斗 你立刻消失 滚蛋 想打的话就别废话 我做不到 我自己的命运 可以随你处置 王璇说道 他自然有信心 但却不能代表 黑孔雀族 答应这种事 不管输赢 真答应这种赌注的话 都落了下诚 竹农族肯定会大肆宣扬 说 黑孔雀族 以武资为筹码等 用心恶毒 借此再接对手 血淋淋地过去 行 生死搅斗场上见 竹农也怒了 在真仙领域 放眼星海 他就不信 有人可以这么藐视他 他这次出关后 想去金书玉册上留名 先从一片心域开始 斩了黑孔雀族的 洛银等几位顶尖真仙 是他预定的祭祺之战 远方 那座宏大如山岳的青铜建筑物 便是生死搅斗场 富有盛名 来到天外天后 很多人都愿买票进去 观看各种生死决斗 既然是石拳 还去什么青铜搅斗场 直接在城外速战速决就是了 那个着信中年男子建议 不然的话 还要去决斗场预约 安排场地等 而搅斗场为了生意 也可能要给他们预热 要等上数日 那就去城外 王轩说道 天空之城的外面 不在管辖范围内 真要是双方愿意比斗 随意 别破坏城中秩序就行 云朵之上 巨大的天空之城矗立 王轩白手 让洛莹 崇晓等人无需多说 他心意已决 要和对方一战 直接出城 这兄弟真干脆 黑白熊族的天极核心人物 熊山道 城外 白云缭绕 远处有巨大的猛禽飞过 这里是天外天 往来无弱者 开始吧 没有任何废话 出城后 王轩和竹冉 便直接动手了 竹冉冷笑 他精通空间竖法 熬也能熬过十拳 先避而不战 坐等对方自己作死 输掉笔动 哄 虚空炸开了 王轩上来就不留情 遇到画纹里 在眼底深处浮现 锁定了对方 直接杀了过去 躲藏虚空中 没用 事实上 如果真的生死对抗 他觉得自己三五拳 就能打爆对方 但为了避免过于惊世骇俗 引人注意 他谦逊了很多 当然 落在外人眼中 十拳依旧很惊人 甚至说是霸道自负了 天空崩碎 竹冉狼狈出现 劈头散发 接连躲避 不想与对方硬汗 但是 他发现 如果不抗击 被动逃窜 可能依旧会被对方击中 败得会无比憋屈 最终 他躲不掉 直接出手了 数眼符文密布 双手璀璨夺目 身后龙尾摆动 横抽过来 碰 碰 碰 自他迎战后 一切便都不可避免了 已经躲不开 他后悔了 不该答应这场对决 开始怀疑人生 最后关头 他觉得自己 大概没资格 在金书玉册上留名 不多不少 整整十拳 然后竹冉爆开了 形神俱灭 他被贯穿 粉碎 血液四溅后 又蒸肝 王轩转身 身影一闪 直接进城 啊 杀了他 竹龙族反应过来时 已经晚了 黑孔雀族 早就得到王轩传音 先行后退 也都进城了 来啊 杀我 不杀我的话 你们都是这只 黑白熊的孙子 王轩重新拎起 最小的国宝 再次露了一把小熊猫 来啊 出手啊 重霄和狼欢 以及六眼金蝉 皆不懈地喊道 王轩转身 直接向城中走去 突然间 他身体微僵 但很快 又克制住情绪 恢复平静 他看着一个方向 内心涌起滔天大浪 竟发现一条熟悉的背影 大概 预估了 那是母宇宙的人 第七百八十八章 他乡遇故 他乡遇故 本就是一件让人喜悦的事 更何况是在另一片宇宙 举世茫茫 王轩独在一厢为一刻 意外重逢故人 心情可想而知 情绪曾在瞬间起伏剧烈 一些尘封的记忆打开 但是 他强制自己冷静 这里不能表现异样 他现在是孔轩 天空之城高手如云 被人看出什么就不好了 那是一条奇长的背影 连穿着都很母宇宙话 十分另类 西短加衬衫 这么多年他 还是这种喜好 他背负神经炼制的一对神异 像是携带着粒子炮等科技武器 偶尔转头 露出侧颜 带着一副特制的眼镜 符文流转 文镜中带着书卷器 不过 当他摘下眼镜 盯着如山岳般高大青铜剑筑 生死搅斗场 又露出极许野性 以及妖媚 和身边的女子 在以神念在交谈着什么 周青皇 一位故人 在王轩心中的牌位 不是第一档想要见到的人 但也是非常熟悉的同城好友 他由仙界进入县世 在红尘中打滚一百多年 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旧土的安城 由风华正茂到满头银发 第一遇到他时 是在旧土外太空的秘境中 他和顾名吸眼双簧 垂掉王轩 可惜眼砸了 王轩果断吃了香儿 吐了沟 差点将顾仙子活活打死 后来 随着熟人 彼此倒没什么芥蒂 渐渐成为好友 尤其是神话腐朽后 周云等星星财伐弟子 对他们不友好时 王轩还曾帮他们 教育过周云等人 同在安城一百多年 齐连道 鬼僧 老钟 陈永杰 周青皇 顾名熙 不时在黄明和孔毅的 哲仙茶宅小聚 追忆旧日超凡盛景 看彼此一年一年的老去 王轩心情大好 在这片新宇宙中 终于见到母宇宙的一位熟人 正意味着其他人 也有机会寻到 终有重逢的一天 希望都好好地活着 他心中自语 他最怕与最担心的就是 王轩如今成仙了 并不让人意外 他 孔毅 顾名熙 曹清宇等人 本就是仙界最富有盛名的年轻天才 挨刀进仙事前 都已超越地仙 接近养生主 神话末年 他被一阵再阵 生生打落下逍遥游境界 最后甚至沦为凡人 一百多年的沉沦 深与心都被熬练 道横被夯实 又被击散 心在煎熬中渡劫 由高高在上的仙子 到被财阀弟子惦记的弱女子 再到爵士容颜渐渐老去 满头白发 后期时 他连王轩都不想见了 和顾名熙一起隐居 因为青春不在 芳华逝去 不想自身老去的样子 被熟人看到 他的经历 只是列仙坠落后的缩影 如果将来超凡中央的 世界神话落幕 同样会无比惨烈 不可能所有族群 所有超凡者 都可以随中心转移而去 不过 周青皇也是幸运的 在母宇宙超凡落幕 一百零四年时 古今 再现 出现转机 他带走了一代 经历过神话高峰 又体验过超凡腐朽 最低谷的人 如果认定两片 宇宙时间流速一样 王轩的母宇宙超凡落幕 已经二百零一年了 百年沉沦练兴 又经百年苦修提升 作为体验到 两大宇宙不同规则的天才 周青皇贯穿养生主 最终呈现很正常 流经岁月 记录 手机奇物发生 又自己解锁 悬浮出来了 就要挑选角度拍照 我去 王轩手机眼快 一把攥住了他 赶紧给硬塞回复的碎片中 兄弟 你也看到那个 戴眼镜的文静姑娘吗 那行 狼欢凑过来 挑起大拇指 道 刚才他摘下眼睛 野性十足 这是可文静可妖魅的类型 孔轩兄弟眼光不错 戴眼镜的姑娘 最淑女漂亮了 黑白熊族的天极高手 熊山也点头附和 狼欢诧异 戴眼镜有加持效果 当然 或许是哀无疾无吧 我喜欢戴眼镜的秀奇女子 熊山憨厚的点头 你那是墨镜好不好 在遮挡无比浓重的黑眼圈 狼欢鄙视 但没敢和他降 这头黑白熊实力非常彪悍 在这个领域 我和你们没共同语言 王轩现在可不想 和他们探讨这个话题 拉倒吧 你刚才通讯器都拿出来了 拍到没有 狼欢咧嘴在笑 头上三根羽毛支棱着 若隐若无见 头上盘坐的三名大汉 也在咧嘴笑 别乱拍 那几位女仙 应该是九龄洞门下 身份都很高 黑孔雀族的天级核心高手 重霄走过来低语 是丢猫的那家 疑似出过圣运事件的恐怖道统 六眼惊蝉惊异地凑过来 重霄提醒王轩 真想拍的话 换个地点 隐蔽一些 王轩看着这个平日 很严肃与正经的大好青年 也不知道说啥好了 男人啊 洛莹甩给他们一个后脑勺 手机奇物 除了总想给王轩拍一照外 还时不时给他添乱 他甘瞪眼 此时此景 真解释不清 现在 他不可能和周青皇相见 实际不对 而且 他有理由相信 周青皇的根底 早被九龄洞查过了 他真要去接触的话 可能会引发什么变故 周青皇能来参加圣会 除却天资不凡外 估计也和他的根脚有关 在两大宇宙待过 属于十分特殊与珍贵的经历 这也是一种底蕴上的积淀 孔轩 你给我站住 竹龙族的人追进城中 气势汹汹 该族第一真仙 被人十拳打死 让他们又惊又分 同时还有些忌惮 现在 该族天极高手 带头跟了过来 杀气很盛 如果刚才在城外 截住对方 直接救下死守了 王轩没搭理他们 天极了不起啊 又不是没杀过 天极后期也就罢了 居然有天极前妻的男女 也对他恶意满满 换个地方的话 他保证摸摸哒 让他们的顶鼓鼻翼气飞 孔轩 我竹龙想见你的头鼓 炼制楚九的容器 敢不敢再出城一战 你要是怕了 我自负一只手和你打 竹龙族一个男性 真先笑着挑战 王轩反向挑衅 想接我出城 然后以天极高手杀我 有本事就在这里 对我下黑手 不然还是那句话 孬种 你们都是这只 小黑白熊的孙子 他抱着圆滚滚的熊旁 不时揉两下 你都说是孬种了 我怎么可能会有的 这样的子孙 小国宝熊旁 居然不满地发生 行 等着吧 找个机会 咱们生死角斗场中见 竹龙族有一个 青年发痕地说道 指向远处那座 山岳般高大的青铜建筑物 然后 他们一行人就迅速离去 夜晚 客栈洞府吹来湖面上 带着阴晕灵气的风 也飘来紫竹海的 阵阵草木清香 月光洒落 宁静平和 王轩在修行 从平天书院带出来的 原神图谱 是他最近研究的 辅助经文 和精神光果大法 印证着恋 主要是 在一海时 老龟太敏锐了 居然感觉他和王玉胜 有相似的生命特质 让他警惕了起来 万一再遇上一个 见到过王玉胜的艺人 也觉得他一场怎么办 所以 最近他经验各种法 效果很明显 当然 近期他主修的是 星河洗身经 炼体效果极佳 能遮盖住本源特质 深夜 星光洒落 缓缓流淌进 王轩所有细胞中 洗礼全身 远看他被星光淹没 若是那时 入微探查 他每一个细胞 都犹如一颗星辰 全身都被点亮了 数亿万亿计的光团 他全身璀璨 神圣祥和 像是坐在宇宙星海中 体质缓慢提升 随后 星火摇曳 轰得一声点燃星海 照耀冰冷的宇宙 深空沙那间 绚烂到了极致 还好 这些星辉 不是他今夜一次性 接引而来 而是最近三个月的积淀 不然若是瞬间 倾泻下来这么多星辉 肯定会引发各方关注 王轩的身体 像是被点燃了 所有细胞共鸣 共振 体表冒出真正的火光 烧得皮开肉绽 五脏掠糊 骨骼焦黑 这不只是宇宙星火 还伴着混沌器 以及夜火等 积淀到一定程度后 焚烧了起来 洗身 炼体 竟散发着毁灭性的气息 很久后 王轩睁开眼睛 道 换个人就死了 洗礼全身吗 我感觉 这是火化素养的自我提升 宋命精 他上下一片干枯 轻震身体 速速坠落下一层死焦黑的死皮 露出新生的机体 虽然这篇经文有莫大的风险 而且无比难练 但他的底子太厚实了 远非常人可比 在今夜 他将前面的八层经文 全部练成了 还剩下最后三层 他数次尝试 都遇到了无比强大的阻力 身后如他的底蕴 居然都无法贯穿 换个真仙 刚才就烧死了 王轩只脱了一层皮 并无大碍 前八层圆满后 他的体质确实又提升了 强行去练后三层 估计要闹出很大的动静 需要接引来漫天的星光 眼下不合一 他仔细揣摩 研究这篇 可以确定是 真圣留下的经文 向着遇到话方向去印证 一时间 他又被柔和的星光淹没了 很久后 王轩睁开眼睛 露出凝重之色 他参悟出一些门道 后三层经文 其实能分解成星六层 这就有些恐怖了 前八层加星六层 那就一共就是十四层星法 看着这个数字 他有点怀疑 这或许和破线有关 他露出一色 以久为极数圆满来算 难道需要破线四五次的人 才能真正将这篇经文练到圆满 难怪强如灼燕燃 背景深厚如玄天 黑鹤 金鱼等人 都说这篇经文练不通 无法抵达最高境界 最后只能自损道横 斩去此经 施加自身的各种影响 有意思 这篇经文值得严肃揣摩 认真研究下去 王轩自语 越发感兴趣 暗叹 不愧是真圣所留 被王轩想到的几人 其实也在天空之城 比如玄天 黑鹤 金鱼正坐在如山岭般 高大的一段城墙上 对月饮酒 真激烈啊 护黑完了 又开始真人对决 文斗武斗 混合双斗 也没谁了 他们很谨慎 在暗中交谈 怕被城外决战的两人听到 两女实在太凶猛了 遇到画纹里在交织 让他们看得直起鸡皮疙瘩 不知道路人假来了没有 我觉得 只有他出现 才能吸引一些火力 浇灭这对黑闺蜜间的一些火气 不是护家通讯器好友了吗 要不现在就联系一下 他要是在城中的话 立刻给他留言 让他速来 就说 我们正在偷窥一对妖精打架 衣服破烂 但很唯美 动作十分激烈 看得人血脉奔章 第789章 破线和遇到画统一 夜色柔和 王轩研究 疑似需要破线四五次 才能练成的 星河洗身经 突然 手机奇物无声无息地飞了出来 简直是神出鬼没 又是自动从伏地碎片中 跑出来的 你不把我吓得走火入魔 不把我送走 你很不甘心是吧 王轩黑着脸说道 同时拳头带着星光 垂在手机屏幕上 这一拳足以将一颗小行星打爆 然而 手机奇物纹丝不动 还呲啦呲啦地吸走了 全光中蕴含的恐怖超物质 你好久没为我充电了 赶紧多来点 他不满地说道 王轩果断收拳 这破手机实在太奇人了 要不是在天空之城 天外有一人 他都想量于到齐了 你别臭不棱子就出来 会惊扰我练功 他不满地呵斥 我检测与分析过 你虽然呼吸平稳 精神安宁 但对外景觉性极高 就是突然间遭天打雷劈 你也不会走火入魔 手机奇物回应道 这让王轩看他越来越不顺眼了 居然还在讲事实 百道里 阵阵有词 手机奇物又道 这次事出有因 你的通讯好有找你 所以我猜出来 谁 王轩问道 那只白色的大乌龟 王轩缓了一下 才知道他说的是谁 玄天 那只玄龟 拥有妖族最顶级的血脉 该族也被称作玄武兽 他估摸着 玄天要是在这里 非跟手机奇物死磕不可 王轩想了想问道 会不会会被他定位到我在城中 我是谁 只有我定位他的份 不可能定位我 手机奇物平淡地说道 对啊 你是谁 王轩立刻问道 忘了 手机奇物安静了下去 直至又过了七秒 他才再次提醒 要和他通话吗 王轩摇头 道 你替我文字回应 就说 我在研究经文 不想思绪中断 回头有时间我联系他 好 手机奇物痛快地答应 王轩再次研究 星河洗身经 片刻后 他抬起头 什么状况 手机奇物屏幕上 文字流转飞快 他居然一直在和对方聊天 他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 一把攥住了他 这个离鬼 冒充他和对面聊得这么欢快 真是岂有此理 他赶紧去滑动屏幕 看聊天内容 起初聊得还算 不错 手机奇物表公 道 怎么样 我说 你在炼星河洗身经 白色大乌龟听闻后立刻劝阻 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堆 可供你参考 王轩还真看得入神了 悬殿劝他 这不经文谁炼谁后悔 根本炼不到圆满 曾有一人解析 这需要破现无比厉害的人 并结合遇到话 才有一线希望炼成 有大器晚成者 练这种经文进军一人时 倒是练出一些名堂 但也没有练缘马 不过倒是没有被反噬 玄天给发他发过来 不少前人的分析 以及传闻中的案例 王轩出神 他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通过这部经文 对破现合遇到话 有了不少联想 事实上 他以前看到过的点击中 也已经提示了部分 现在可以贯穿起来了 破现 提前释放自身的极限潜力 如果自己的本源因此而不足 并在后面的岁月中 提升不上来 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有人不走这条路 选择大器晚成 一人中 有不少人走的是 大器晚成这条路 真先遇到话 极难 也在提前释放潜能 消耗本源 但体现出的战力确实恐怖 可如果本源不能得到弥补 真先走遇到话之路后 将来会有祸端 事实上 没有多少人 可以提前上路 因此案例不多 王轩倒是不担心 他的底蕴足够厚实 一直有种说法 破现关乎着未来的遇到话 他想到这种传闻 他以前超常规破现厉害 所以不仅在真先上路成功 而且遇到纹理 还直接复古 而非流于表面 破现和遇到话纠缠在一起 有些本质是歧视一样的 王轩怀疑 他这样走遇到话之路 是否算是提前破现了 等我真先九重天圆满时 再去破现 也许会发现 很容易就破关 就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王轩有理由相信 超常规破现和遇到话 重合了一部分 破现相当于自身以力破道 生生一路打穿过去 向上破开天花板 遇到话 则是有前人的经文可依 有一人的旗鼓 血肉等可以借鉴 凝炼遇到话纹理 击穿天花板 这么说 我可能离天机不是很远了 真先最后阶段破现的话 纵有阻力也不会很大 当然 如果他依旧是超常规破现很多次 估计最后面的一两次破现 依旧无法估量 那不是能以正常道理描述的领域 短暂的出神 他将超常规破现 与遇到话之路梳理清楚了 然后 他向下看聊天记录 画风突变 玄天问他在哪 天空之城外 有一对妖精正在打架 要不要来看 玄天提及不少关键词 什么唯美 一不必体 动作无比激烈 血脉奔章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手机奇物居然在和他互动 写着 无图无真相 居然在索要现场的照片 这不是有损他 不败真先路人甲的形象吗 一个敢要 一个还真敢发 玄天发来了一张图 是一位身材曲线傲人的仙子 虽然遮去了脸 当王轩一眼认出 这火爆的身材 应该属于卓嫣然 这是一张动态图 砰的一声 卓仙子身上一袭黑色长裙 疑似被人打爆了 露出长腿和手臂 可惜 穿着内甲 保护得严严实实 手机奇物提前预告 揭晓真相 果然 动态图中 长裙暴碎 纷纷扬扬后 露出了对方的冰冷的金属战甲 也就藕臂和半截长腿 露出而已 你还冒充我评价了 王轩惊道 在对话中 手机奇物说 不全照无真相 要战甲破碎后的真身图 王轩死死地 攥住手机奇物 盯着屏幕 高大如山岭般的城墙上 玄天几人瑟瑟发抖 因为那对黑闺蜜 不知道什么时候 无声无息地来到他们身后 正在盯着玄天手中的通讯器 你问他 真想看吗 卓妍然一拳 锤在玄天头上 啊 还是别问了 玄天苦涩 这次大意了 卓妍然的黑闺蜜 则是一把抢过去通讯器 帮着发问 真想看全照吗 结果对面秒回 想看 高清晰版本 客栈洞府中 王轩用力摔打手机奇物 真不是他发的消息 手机奇物自动浮现文字 秒回 下一刻 对面也秒回 卓妍然从黑闺蜜手中 夺过通讯器 直接语音 道 路人甲 你给我过来 城外见 王轩发呆 然后果断关机 别关了 我和他切断联系 手机奇物说道 事实上压根就无法关机 王轩一把抓住他 自己手动发送消息 结束这次通话 我不在天空之城 数日后才能感到 你居然冒充玄天来诱惑我 下次直接联系我就是了 手机奇物看到他的话语后 一阵无语 安静数秒钟后才道 你自己说的话 不比我聊得好多少吧 王轩道 事已至此 懂不懂什么叫先生夺人 不然的话 我说一句 他能轰炸过来一百句 果然 世界安静了 山岭高的城墙上 那只通讯器四分五裂 被卓妍然眼中冒出的符文光束震报 他真想打人啊 搜搜搜 玄天 嘿呵 金宇 看情况不对 翻墙就进了城中 提前跑路 有图有真相 我刚才用自己的通讯器 拍照截图了 卓妍然的黑闺蜜微笑 身形一闪 也入城了 根本不陪练陪打 现场只剩下一个卓妍然 眼中喷火 发泄不出来 清晨 晴空长老告知黑孔雀圣山的弟子 圣会还未真正开始 最近几日 他们可以自由活动 但不要违背天空之城的规矩 六眼惊蝉道 哦 去城中逛一逛 天空之城非常有名气 我虽然也是第一次来 但听说有很多好地方值得一看 不然会后悔 他一号召 顿时一群人都动心了 连王轩也想在这座剧城中 好好转一转 在路上 重销盯着大山般的青铜建筑 道 生死角斗场 其实非常值得进去观看几场比赛 据悉 不仅有在金书玉册上留名的人 在里面手泪 还能及这座青铜古建筑 梦游就剩时代 若是幸运的话 甚至能看到消失的 至高级大战的模糊画面 八十多年前 曾有个幸运 看到了违禁物品中 排位第四的黑幕盒子 与神秘生物基站的情景 震撼人心 排名第四 黑幕盒子 王轩当即心头剧震 他很想了解详情 狼欢诧异 道 无 有 试者 哼 神兆 这不是排位前五的围巾物品吗 并未没有黑幕盒子吧 我说的是很古老的榜单 曾经排名第四的围巾物品是古巾 消失无尽岁月了 崇霄说道 果然是古巾 王轩心头不平静 古巾 连六眼金蝉都没听说过 仲霄道 对 这件超级围巾物品 无所不能 无时空不在 很多记忆前 曾经震慑一个又一个超凡大宇宙 随超凡中心转移 而始终屹立在最高处不到 可惜 到了最后 他不知道被什么存在阻击了 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消失了 他说了一些关于古巾的过去 这是一件在旧盛时期 就已存在世间的超级围巾物品 镇骨朔金 但是到了这一季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了 被遗忘了 而新的围巾物品牌位中 不见其踪影 可惜 终究还是毁掉了 不知道他败在了什么生物的手中 狼欢探道 崇霄摇头 道 也不见得毁灭了 他或许曾经败走 但是却不见得真的彻底消亡了 怎么说 王轩问道 想了解关于古巾的一切 因为 他的不少固有都被古巾带走了 别人不知道 他却很清楚 古巾还活着 而且蜕变了 尽管如此 古巾当年在母宇宙时也坦言 他此去极凶难料 生死难测 可见他面对的阵营 何其恐怖 重消压低声音 道 因为 也有人说 八十多年前 通过这座青铜巨公捕捉到的那场矿石大战的模糊画面 不见得是旧盛时代的被毁灭的血战之一 也有可能是真实发生在现实外宇宙的一场之高级的大决战 这么说 昔日的第四围经物品 古今 又出现了 六眼金蝉心惊 重消并不能确定 道 只是一种可能而已 毕竟 正常来说 青铜巨公帮人梦游 大多都是 穿越到无比古老的时代 当说到这里 他声音变得很低 道 不过 自那一日后 青铜角斗场的声音开始爆好 有些大人物 竟然秘密清临此地进行梦游 昔日能看到那不可言说 虚无缥缈领域的大对决 王轩问道 八十多前有人梦游 捕捉到古今 和神秘存在爆发大战的情景 有具体描述吗 最后 又是以怎样的结局落幕的 第七百九十章 古今回归之节 当年一别 古今贯穿两大宇宙间的通道 时间过去很久了 可此前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这点让人十分奇怪 王轩心有一律与不解 颇为那群故人担心 今天意外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自然要刨根问底 八十多年前 甚是离奇与圣人 一位天极大圆满的强者 甚至半只脚都迈进超绝世领域了 那次来天空之城 在青铜巨公中的体验 其精力震动心海 重消提及当年的事 神色有些凝重 那样的一位高手 都快进入超绝世领域了 但在生死角斗场中梦游后 足足昏迷了十年 期间 各路名医以及高手帮他治疗 都没将他唤醒 最后 他自然苏醒 精神疲惫到极点 一切都是因为梦游期间 看到了古今 和一个莫测生物的比斗 画面模糊 他隔着浩瀚深空都被波及了 心神损耗的厉害 且触及了莫名的道路 那一一 黑幕盒子中走出一个模糊的身影 应该人形地 被混沌气笼罩 和另外那个的存在激烈搏杀 当年 梦游到战场边缘的那位天际大圆满 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蚁虫 抬头看到了一只猛虎 和一头雄狮激烈厮杀 又像是低空飞过的鸟雀 看到了云层之上 两头巨龙在血拼 灵甲冰寒 各自血淋淋 任意一滴血落下 都能让一群飞鹊瞬间爆开 按照那位青神官看到这一战的高手的说法 即便隔着无尽升空 有混沌雾气阻挡 他也吃不消 认为自己要死了 古今的那位对手 不止有一种形态 无比可怕 但实在太遥远了 而且 双方都笼罩有莫测的道运 大物覆盖 难以亏到全部 恍惚间 那位天际高手 被古今的对手 隔着无尽升空扫了一眼 他瞬间就僵住了 原神似被冻住 那一刻 他的眼中 他的内心世界 看到的是青色的眸子 巨大无比 像是一片天穹那么壮阔 抵拎他的面前 冰冷无情 让他动弹不得 除此之外 他什么都感应不到了 无边无言的升空 浩瀚壮阔 却只剩下这大道无边 让人窒息而僵硬 不能动弹一下的冰冷眸子 然后呢 狼欢催问 不只是王轩想知道那一意 在场的人也都听得入神 八十多年前那一战 实在太惊人了 简短的描述 让人觉得 自身过于渺小 无法对面虚无缥缈中的存在 但是却又迫切想去了解 有血溅起 或许是血吧 也或许是道运 在瓦解 古今和那个存在对决 应该都负伤了 而后整片深空炸开 混沌流散 青铜巨公 强行中指了这次梦游 那个天极大圆满的高手 昏死十年之久 不过 在他醒来后 恢复枯竭的元神 不足两年 他就成为超爵士 他虽然险些死去 但也是幸运的 梦游时 观摩到了一些难以言说的道运 凡祖一人的后代 横城听得很投入 回味了片刻才到 这究竟是旧胜时期的战斗 流逝过去无穷岁月了 还是新出现的战斗 因为 重宵此前已经说了 有些人认为 此战可能发生在现实外宇宙 六眼经常开口 让人动容 悠然神往 那是怎样的层面 在我们不知道的领域中 竟有至高级的对峙与血战 可惜 你我根本看不到 要是随时都能窥探到就好了 你别悠然神往了 那种事真要发生在眼前 想逃都逃不了 注定会出现末世一样的场景 洛英说到 并且提及 那种极极术的对决 或许只有纪元末年 超凡中心转移时才能出现 被各族看到 狼欢道 最后竟然是战斗画面爆碎 无法看到此战的结果 让人遗憾 很不甘心啊 重宵道 那一役 不见得是彻底落幕了 双方级别太高 如果谁都奈何不了谁 也许此后会对峙 就此对立 贯穿一两技下去 也说不定 你认为 谁更具优势 哪一方一面大一线 王轩问道 毕竟 他所知有限 我觉得 古今可能稍微劣势一些 首先 他消失太久了 失去了曾经的地盘 缺少强大的底蕴支撑 重宵所说的底蕴 是指族群 统一的星海 下辖的道童等 比如 艺人带着族群迁徙 不仅在庇护本族 其实也是为了提升自身 族群越大 对艺人的修行越有利 可以说 彼此相互成就 涉及到更高层面 或许也如此 虽然说 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如果双方道横很接近 一些因素就不能彻底忽视了 就如同黑孔雀圣山 该族的老艺人 曾经在五节山修行 并成为山外护法 虽然五节山飘渺 不可见 不可循 地位非常超然 但细究的话 在外也是有各种底蕴的 狼环点头 有些感触 道 和我们五行山差不多 古今也需要不重 需要地盘 需要心腰加入 陈瑜白了他一眼 道 用擬山大王的思维考量 虽然有些问题 但也勉强可以这样理解 重宵又道 其次 古今消失很久了 有多计未陷 曾经属于他的一切 肯定都被各方瓜分干净 回归后 如果不能稳住 狩猎者不见得只有一位 其他存在若是也下场 古今一个弄不好就会崩盘 有道理 王玄点头 神色凝重 古今的处境确实很艰难 希望他能安然度过回归之节 前期稳住 不过他操心也没用 事情过去多年 该发生的事情早发生了 想得真简单 一群矛头小子 不要以演艺故事的思路 去揣夺那个层面的争斗与对峙 比你们想象的可凶险复杂多了 一个圆脸少年走过 很青涩 面貌相当年少 淡淡地看了众人一眼 竟做出这种点评 这是谁家 狼欢张口就来 但总算他反应神速 一把捂住自己的嘴巴 把即将脱口而出的孩子两字 给堵了回去 圆脸少年瞥了他一眼 倒也没计较 身份显然很高 不至于因为一句话就生起 还请前辈见谅 洛莹赶紧行礼 田孝忠带着敬意 然后还顺势请教 自然缓和与调整了气氛 那个层面很复杂 有些存在上榜了 有的要被销毁 有的要被抹杀 恐怖啊 算了 大人那是少打听 我知道的也不多 不敢多言 免得横死 圆脸少年一闪身 就此远去了 再迈出一步后便彻底不见 死 艺人 狼欢寒毛倒数 先给自己来了两个嘴巴 让自己警醒 时刻记住这是什么地方 在天空之城 偶然见到艺人并不稀奇 王轩静默 当年他便简单听到过几句 某些围巾物品是要被销毁的 这着实有些圣人 他意识到 超凡中央大世界的局势 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 就比如古今早就跨界了 但是至今没听到什么大动静 我们进去看看 六眼经常看着前方的高大建筑 跃跃欲试 那里面太神秘了 竟可以梦游到很离谱的年代 很遥远的地带 青铜巨公足有数千米高 如同一座大山 算是天空之城的地标建筑之一 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 它很奇异 在里面一些决斗场中 可以让人精神远渡 至今没有被摸索出原理 几位炼器领域的太斗级生灵都来过了 可是在这里研究很久后 两眼一抹黑又都走了 各位有预定吗 目前各层角斗场几乎都满园了 贵兵戏还有一些 我们的价格是 当青铜巨公门前的几位女仙 非常客气 而又有礼貌地询问 并顺带介绍了价格后 狼欢和六眼金蝉都挺胸抬头说 预定了 但记错了时间 明天再来 走出去一段路 离开那座巨大的青铜建筑物后 他们才摇头 太他们贵了 别说贵兵票了 就是普通场次的票都是天价 需要的奇物足够他们修行上几年 也没什么 过几日盛会开启后 真要论到到激烈时 必然会有人下场动手 到时候应该会选在青铜巨公中进行 参会者都可以进去 洛英开口 等上几日就是了 重销建议 现在去奇物区吧 那地方最热闹 每天都人气爆棚 因为真有可能会遇到好东西 有人在那里淘宝 低价买到过一人以保 也有人在那里发现 可炼制违京物品的稀有材料 奇物区很大 一眼望不到尽头 有很多地摊 而那些上档次的门店 都内有乾坤 是由洞府改造而成 即便是没有盛会 这个地方平日间人气也很旺 各族各教往来于天外天 都授予购买奇物等 很多人都选此地 不用怀疑 这里好东西很多 比如说神耀区 连一些天极大圆满的生灵 都在流连望返 移不开脚步 但是 这里的奇物真的很贵 比如 那群圆滚滚的熟人 一群黑白熊 被货主爆出的天阶 砸得受不了 在那里哇哇直叫 三色奇竹 六眼惊蝉惊道 一群大熊猫 正在盯着一根流动 三种色彩的奇竹 砍价还价 该族很富有 但依旧觉得 这里奇物死贵 但没办法 他们看到这颗竹子 就移不动脚步了 洛盈心情复杂 在陨石海时 曾发现一株五色奇竹 遗憾错过 落入一伙冒充 刺青宫的骗子手中 当然 那伙骗子 又被一个自称 金角大王的大妖黑吃黑 一铁棍子 打破刺青宫假红道的头颅 夺了五色奇竹 王轩也是心情异样 喝过五色奇竹的灿烂之夜 但和八色奇竹 与十色奇竹都错过了 熊山一眼看到他们一行人 立刻喊道 重宵 孔轩 你们来评评理 这店家也忒黑了 仅是一株三色奇竹而已 他竟敢收我五色奇竹的价钱 你们说我要不要邀他比斗一场 去青铜巨公血战 寻求公平 这只天际黑白猫极眼 一副要和店主决一死战的架势 拉熟人过来 帮他站台 店主也有点猛 虽然很想宰这群黑白熊一刀 但是被他们惦记上 好像也不妙 主要也是因为 这族的老一人太记仇了 行了 我怕你们了 便宜卖了 店主不想和这群五大三粗的黑白熊闹僵 适当让步 孔轩 远处 地摊区 一个身材奇长的女子回头 她有一头蓝色的长发 银白的瓜子脸 双目深邃 与之对视 心神都要呈现下去 这是一个沉稳 安宁 有静气的姑娘 不过当她展颜一笑时 却又显得十分妖媚 顾盼生姿 气质与风采 远超周围的女仙 她在逛奇物区 听到国宝族的熊山喊孔轩 立刻回头 原本掠腰的笑容渐渐收敛 她一眼看到王轩 直接走了过来 这不是被青春 闪了一下腰的那个姑娘吗 狼欢说道 少年狼天道 爹 你如果不说话 我二爹和那位安姑娘的脸色 一定会好上不少 来人正是安静齐 自然听到了这边的对话 脸上的最后一缕笑容也没了 长臂神员族 在奇物区有个门店 售卖仙桃 当然 子府桃属于战略性奇物 一颗可言寿万载 根本不卖 此时 袁胜也在店中 正招待身负雪白龟甲的玄天呢 发现远处的情况 道 有人要倒霉了 和安仙子巧遇 这下有好戏看了 玄天诧异 回头道 安静齐 正忙着和他黑闺蜜死磕 不过 那个人该不会就是 一头撞了他腰眼的孔轩吧 没错 袁胜笑着点头 玄天顿时来了兴趣 道 孔轩很强吗 最近 某两位女仙彼此互黑时 提起过这个名字 好像很厉害 孔轩和路人甲对比 熟弱熟强 明镜武畔 products 明镜是明镜ба 明镜是明镜 Guard